我们一起打开圣经 约拿书第三章 第一至第五节 放到了我们就一起的来宣读这五节的经文 约拿书第三章第一至第五节 来一二三 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 你起来往尼尼威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威去 这尼尼威是极大的城 有上日的路程 约拿进城走了一日 宣告说 在等四十日 尼尼威必轻负了 尼尼威人信服神 便宣告尽时 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 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 所以上一堂我们已经提到的约拿书 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 或者也可以翻译成 救恩属于耶和华 那我们谈到了两方面 从消极的方面来说 救恩不是出于人 我们谈到了各宗教的得救的方法 简单总结一句话 就是救恩是出于人 无论是佛教 无论是道教 无论是民间信仰 无论是泰国教 日本教等等等等 简单的总结一句话 就是救恩是出于人 或者是救恩的一半是出于人 那不少福音派教会的救恩观 也是如此 就是救恩的一半是出于人 比如说我们已经谈到了 半布拉旧主义 阿米念主义 还有影响北美 影响近代北美的大奉心家 就是Charles Finney 他就影响了近代美国 还有英国等等 这些受英语影响了这些国家 当然我们今天在东南亚 也受英语的世界影响很大 因为过去很多宣教是从英国美国来的 那我们也很多时候 福音派也接受了这种的观念 就是上帝出恩典 人出信心 就必得救 但人需先主动相信 再说一次 就是上帝出恩典 所以这种的思想呢 就成为今天福音派教会主流的看法 成为今天教会主流的看法 无论是什么宗派 无论是卫里中 长老中 进信会 弟兄会 还有等等 地方教会 等等等等 已经成为了各宗派的主流的思想 就上帝出一棒 上帝出恩典 我出信心 我就必得救 但是我先需要先相信 如果我不相信的话 上帝也不能做什么 所以这个就成为今天 福音派主流的思想 虽然这些大宗派本来的神学思想 不是如此的 你明白吗 这些的大宗派本来他们的创办人 本来他个宗派的神学的思想 不是如此的 不过今天这种的思想 就成为各宗各派的主流的 救恩得救的看法 就上帝出恩典 人出信心 救必得救 但是人需要先相信 如果我不相信的话 上帝也没有办法 不信的话 你去各个宗派 你去调查看看 你去问一问 这些的不同宗派的信徒 对于救恩的看法 几乎可以说 八九不离十 都是这种的思想和看法 而这种的思想 也产生了很多 他们有这样的看法 只要你愿意举手 你做觉知祷告 上帝一定会把恩典赐给你 只要你举起手来 只要你做觉知祷告 所以很多在福音派里面 在传福音的方法 也是如此的 就是怎样子呢 当你做了觉知祷告过后呢 他就说欢迎你进入神的家 你已经是基督徒了 他刚刚做了觉知祷告 刚刚做觉知祷告 我们过去 我受的这个步道的训练方法 也是刚刚做了觉知祷告 然后我们就伸出手来 我们握手 我们都有受过训练嘛 就是用这种方法 说欢迎你进入神的家 好来我们来看一看 你已经重生得救了 你信了耶稣了 关于到你已经信耶稣 圣经给你的应许是什么 你已经是重生得救基督徒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 就是只要你举起你的手来 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 都要举起手来 不要举一半 要举很高 然后呢 要做觉知祷告 你是要奉耶稣的名阿们 你就一定是什么呢 上帝一定把恩典赐给你 你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简单来说 只要你做这几个的步骤 一二三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只要你做了这几个的步骤 上帝一定把救恩 把恩典赐给你 我没有反对举手 我也没有反对做觉知祷告 我也带领人做觉知祷告 我只是强调的是 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你得救不是因为你举手 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做了觉知祷告 你得救是因为上帝把恩典赐给你 也就是说你得救不得救 不一定你有举过手 我自己本身 我没有举过手的 我没有在步道会当中举过手的 我没有 OK 甚至我要说 我在回想我的过去 很可能我在做这个 这个 觉知祷告之前 很可能我已经这个的重生得救了 有可能 但是我要讲的重点 不是你举手不举手你得救 不是你有没有做过觉知祷告 没有做过觉知祷告 而且是要典型那种觉知祷告 不是因为你做觉知祷告 过你得救 救恩得救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反过来 救恩是因为上帝为你做了什么 救恩乃是因为上帝把恩典赐给你 因为救恩不是出于人 我希望你们抓住这些的重点 不要出去你就说 许牧师反对做觉知祷告 许牧师反对这个的举手 我要讲的重点就是 不是因为你举手你得救 不是因为你做了觉知祷告过你得救 但是因为上帝把这恩典赐给你 也就是说 也有可能有一些人 他没有举过手 他得救了 也有一些人 他没有做过那种的典型的 那种的觉知祷告 他得救了 也有可能也有一些的人 他没有流过眼泪 因为很多人会认为流过眼泪就得救 有些人可能就是没有流过眼泪 他很理性的 他信耶稣基督 他得救 所以我这里只是要强调到 救恩不是出于人 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你行了什么 你讲过什么 你做了什么的步骤 你得救 所以积极的角度来说 救恩乃是出于耶和华 所以这个就是悦拿书这里很重要的主题 悦拿书的主题不是大于吞了悦拿 虽然这是很精彩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怎么发生 吞了过后又可以吐出来 又活活的出来 又去做宣教的工作 我们不知道 他的主题不是大于吞了悦拿 悦拿书的主题是 救恩出于或者是属于耶和华 如果是如此的话 我们就不能夸我们的信心了 我们就不能夸我们的悔改了 我们就不能夸我们的虔诚了 我们不能夸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得救 不是因为当天你去看电影 我来参加布道会 不是因为当天你说 哎呀你当天你没有举手 我举手所以我得救 而不是因为我奉献了多 所以我得救 所以我不能夸口 我不能夸我做了什么 我不能夸我的虔诚 我不能夸我的信心 我不能夸我的悔改 我不能夸我奉献了什么 我们只能夸 怎样只能夸 这是神的恩典 这是神的作为 所以我们要夸 就夸上帝的恩典 我们要高举 就是高举上帝的怜悯 所以如果如此的话 我们只能夸谦卑的 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开恩 我们只能夸谦卑的 把荣耀归给上帝 所以我们还没有蒙恩得救 我们不能夸口 我们只能夸谦卑的求神 开恩 可怜我这个罪人 而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只能夸谦卑的 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这个才是归正精神 归正的精神 就是我们知道 一切都是神的作为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 没有 那竟然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 我们只能夸谦卑把荣耀归给上帝 所以归正的精神 不是跟人变到脸红而赐 变到体无王夫 归正的精神是谦卑承认 我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 要夸就夸上帝的恩典 就把荣耀归给上帝 这个才是归正的精神 好 我们继续来讲 今天来讲这个第三章 所以我们从第二章那里 我们就说到 当这个的愿在渔夫里面祷告 悔改 那怎样子呢? 上帝怎样子呢? 吩咐渔 渔就把愿吐在汉地上 所以愿在奇妙的蒙拯救以后 我在说你不要问我到底怎么发生 我真的不知道 从经济的医学来说 也不能够解释 经济的科学也没有办法解释 怎样子一个人在渔夫里面 三天三夜 然后还可以吐出来还活着 还可以马上走 我不是进ICU 我不知道 但是神迹就是神迹嘛 如果神迹能够解释 那就不是神迹的嘛 最近很多的人 他总是要解释 解释到神迹很合理 其实当然你也有一些的作为 一些的贡献 不过神迹就是神的作为 神的记号 Sign of God 没有办法解释 所以在越南在奇妙的获救以后 神再次的呼召他前往泥泥围城 在圣经的先知当中 只有越南 只有越南 神呼召了两次 才才回应神的呼召 才去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在想 神一定很爱越南 真的很爱越南 越南这么的悲逆 这么的亡梗 死不悔改 那上帝还是要呼召他 给他第二次机会 人生有多少的错误 可以重新修改 重新改变 人生有多少的机会 可以重来一次 人生有多少 可以有纠正的机会 我不知道 我知道在我们人生当中 有一些的情况 你没有办法重来一次 你没有办法改变 你没有办法回到十年前 五年前 二十年前 你没有办法 有一些的错误就是错了 你要承担那个后果 人生有多少 有重来的机会呢 你可以想象 如果越南书 只有第一章 就是他怎样的悲逆 逃避神的呼召 就坐床 往他失去 结果就风浪 人就把他丢进海里面 死了 就结束 越南书就结束了 只有第一章 那这个故事的结局 会是怎样呢 一个不顺服上帝的先知 在渔夫里面 懊悔 死在海中 神让他错到死 如果这样子就结束了 这就是一个悲剧 神让他的先知错到死 而越南我不懂 如果在渔夫里面 还有呼吸 还有可能呼吸几次 他只能懊悔 我为什么 我人生就这么结束了 我人生的结束 是不顺服而死 我不能够重来 我不能回到几天前 我不能够回到过去 我能够做决定 我顺服上帝 上帝的呼召领导 我就顺服上帝 我不能够重来一次 如果只有第一章就结束 这个就是 整个故事的结尾 懊悔的可怕 就是无法重来一次 心中痛苦 只能够一生懊悔自死 我记得过去 听过一首的歌 他歌词是这么说的 再给我一个机会 不要使我失去今天 再给我一个机会 不要使我悔恨凌连 但是我们这里看到 越南说不是第一章就结束了 还有继续第二章第三章 还有继续下去 所以神给越南有第二次的机会 有纠正的机会 有纠正错误的机会 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 你想一想 我想一想 我们是否不顺服神 抵挡神 一直到今天这个时刻 我们有什么地方 我们是抵挡神 不顺服神 悲逆 一直到今天这个时刻 我们仍然不悔改 但我们要问了一个问题是 难道我们要死不悔改吗 难道我们要到死的那一天 如果神开恩 我们只能够最后一口气 说 我错了 我这一生错到死 我现在只能够面对的是死亡 我只能够懊悔 我不能够重新再来一次 我说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听到这句话 表示神还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表示今天我们还有机会在这里 可能过去我们有做错过一些的错误的决定 可能过去我们怎样悖逆上帝 不顺服上帝 但我说今天我们到了这个时刻 表示我们还有机会悔改 表示我们还有机会纠正 表示神还开恩怜悯给我们 我希望唐牧师在这个前几年前讲的一个布道会的信息 悔改吧 何必灭亡 今天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在说 我也是要在呼召悔改吧 何必灭亡呢 今天我们听到这里 我们为什么还不悔改呢 我们是不是要像越南一样 我们到死亡的面前 我们才懊悔 我们做错了 我们才来说 主啊求你凯恩给我再次的机会 我不知道神会不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我不知道当我们在临死之间 神还会不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我不知道这是神的主权 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些话 就是表示说神开恩再次给我们机会 越南就是如此 神再次的给他机会 本来越南我相信可能他就以为他就死在那里了 因为当时他在祷告的时候 还在余父里面 还在里面祷告嘛 他说救恩出于上帝 那时候祷告的时候还没有脱救啊 他也不知道神是不是给他机会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到了第三章 到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和第三章的时候 神再次的给他机会 他经历了生计 他获得了再一次的机会 第一次神呼召他 他不顺服 悲逆 死不悔改 本来他要死的 现在再一次的重新得到一个生命 他再一次的到了这样 雨把他吐出来 到了地上 神再次的呼召他去 去泥泥微尘 宣讲我要你宣讲的信息 所以当然第二次的呼召 跟第一次的呼召一样 从人来看仍然是不合理的 这呼召是不合理的 而且这一趟是很刺利的旅程 当越南被雨吐出来以后 还要越过900里的沙漠 900里呢 用今天的算法来说 就是1400多km km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 1400多km的沙漠 才能够去到泥泥微尘 当然当时候没有飞机 他不能够越南上岸过后 我来买 去买这个AAC或者是MAS 坐飞机去 没有 没有飞机 没有汽车 而且很可能 他是走路去的 走路去的 我不知道怎么走 走1000多km 要怎么走 为什么说很可能是走路去呢 因为第三集那里 往泥泥微尘原文 如果没读错的话 叫做Halak H-A-L-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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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往泥泥微尘呢 这H-A-L-A-K 基本的意思是行走 所以这个越南有可能 是行走1000多km 走沙漠的道路 去到泥泥微尘 所以越南需要越过许多的边界 才能够去到泥泥微尘 当然越南还有更多的边界 是他需要穿越的 他需要穿越以色列和外邦人 之间文化的边界 他需要穿越他们以色列人和外邦人 民族的边界 他需要穿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边界 他需要穿越 他要认为我们是神圣的 他们是亵渎的民族的 要穿越神圣和亵渎的边界 有非常多他要穿越的 但我们要说主耶稣基督更是如此 主耶稣基督他是穿越了天云 地的边界 他穿越了永恒与藏实的边界 主耶稣基督也是真正的 穿越了圣洁的与罪恶的边界 他到成肉身来的世界 我要拯救我们这些的罪恶 我在说这个是真正的 神迹中的神迹 这是真正的上帝 穿越了那永恒的那圣洁的从天 来到地上 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可以这么说呢 我穿越了永恒的来到你们当中 我从天而来 从上帝而来 穆罕默德讲过吗 没有 释迦摩尼讲过吗 没有 孔子老子讲过吗 没有 他们是如此吗 没有 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 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 穿越了永恒与藏实的边界 神圣的与世俗的与罪恶的边界 这永恒的与藏实的那永恒者 来到藏世界当中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要拯救我们 我要怜悯我们 所以我们回到这里 所以越纳就发现到 他要接受这个的呼召 就表示说 他需要让神改变自己的生命 要把自己的思想 价值观 观念降伏在真理之下 越南很难 我是以色列人 他们是外邦人 我们是蒙生拣血的民族 他们不是 他们是亵渎上帝的 所以越南发觉到 他要接受这个呼召 就表示说 他要让神改变他的生命 要而把自己的思想 观念降伏在真理之下 表示他要改变他的世界观 他的宗教观 他的民族观 他的价值观 他痛不欲生 我已经说了 在说观念的改变 世界观的改变 太难了 甚至你已经可能成为基督徒了 你有很多不合乎圣经的思想 价值观 世界观 你发觉你要改变都很难 我几乎说不可能 除非神开恩 所以我自己本身 我学习更多的祷告 等候神 也就是说 我一个人的价值观 世界观要改变 除了透过传讲神的话语 传讲神的真理之外 不可能不祷告 因为如果圣灵不动工的话 我在这里讲到嘴巴刚的 我这里怎么讲 你们在这里是任何无动于衷的 包括我自己可能对神的话 也无动于衷 如果不是神开恩 因为这个世界观 价值观 是根深蒂固的 是我们已经抓紧这个观念 已经许久的 现在我们要因为真理的缘故 我们要放下 很难 你看到吗 约纳几乎就是说 我死都不要改变 你知道吗 很多人也是如此的 你要我这个的观念 我的观 这个的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改变 我宁愿死 但是约纳这一次 他是第二次 萌生的呼召 他决定要去 他决定让上帝的华语 改变他的世界观 他的人生观 他的价值观 其实不当是对越南 其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 都是如此的 也许对于当时的越南 和以色列人来说 还可以勉强接受 一个怜悯外邦人的神 他们可以接受 我们的上帝是怜悯 万帮万足的 可能他们可以接受 但是令越南害怕的是 神要越南自己 参与在其中 上帝你是怜悯外邦人 你去拯救吧 你管我喜 现在越南说 你去 如果只是需要在祷告当中 纪念尼尼威的人 奉献一点钱 做尼尼威城的宣教的事工 可能还可以 我相信越南是很愿意的 在祷告会当中 祷告 奉献一些的钱 给尼尼威城 做外邦宣教的工作 我相信越南和当时 以色列人还是可以接受 还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 上帝对越南说 越南你去 好像不一样了 只是在祷告会 祷告一下 奉献一些钱 他可以了 他现在你去 去到外邦的城里面 去宣讲福音 哇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 那种的情况 我给一个例子 让大家了解一下 越南为什么 要领受神的呼召这么难 去年 2022年 我在每一次的祷告会 我带领的时候 都为 这些的受逼迫最严重的国家 祷告 你们记得吗 我们为了好多的国家 这个的北韩 这个阿富汗 等等 这些国家 我们每一次 我们都为这些的国家祷告 你们好多人也有参加祷告会 我们为这些国家祷告 我们都可以 是不是 我们为北韩祷告 我们为阿富汗祷告 还有很多这些的国家祷告 甚至如果我们有奉献一些的钱 支持那里宣教工作 我相信很多人很愿意 也会奉献 赚多的就奉献多一点 少赚的奉献少一点 但突然间 上帝呼召 你去 你明白了吗 你 预备去北韩 你 去阿富汗 上帝不要开玩笑 我祷告还可以 我奉献一些的钱也可以 他现在上帝里要我去 去什么地方 尼尼威城 是外邦人的地方 我不知道去的话 会不会给人丢石头 我不知道去的话 会不会给人讥笑 我去的话 我不知道会不会被关在监牢里 而且我去了 如果回来 以色列人不能接受 这个人是去那边的 传分给我们的外邦人 我们的敌人 你们就知道再过几十年 其实就是 他们就被 这个亚述的 这个国家所灭 你传分给我们外邦人 所以越南就发觉到 是的 要接受神的呼召 他要准备我的生命 被神的道所改变 我的世界观 我的价值观 我的人生观 全部都要降服下来 顺服神 所以接受神的呼召 就是预备好 整个生命的反转 整个思想的改变 甚至你往后的人生 是完全不一样 你看到亚伯拉罕就是如此 亚伯拉罕神一呼召他 他就要叫赤子星 老板 我会赤子 他马上就要收拾 也不知道太太同不同意 马上就预备好 出发 圣经里面就说 从此过后 他住在战盆 直到他死 他从此人生就改变了 他从此过后 跟以往的人生完全改变了 所以你发觉到 顺服神的呼召 你就要预备好整个生命 放在神的话语之下 让神的话语改变你的生命 让神的话语改变你的世界光 你的价值光 你就明白 常常我在说 当我在讲这些亚伯拉罕的时候 我不单单只是讲一个 好像很软弱的一个先知而已 我就发觉 越南书正在讲我 正在讲我们 我相信如果是我的话 我跟越南 我不会比越南更好 可能我是比越南更差 但是我们看到越南第二次的时候 神再次给他机会 他这次第二次 他顺服上帝 他去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 我们听到这里 我们说我们求神给我们使命 神给我们呼召 我们是不是预备好 我们的生命 放在神的手中 放在神的真理之下 凡是不合乎真理的 我们愿意改变 我们愿意顺服 包括我们每一个方面的呼召 我工作的呼召 神呼召我在什么方面工作 来侍奉上帝 包括我们家庭的呼召 神要我们在家庭里面 来侍奉上帝 包括我们在教会的侍奉的呼召 等等等等 我不知道神给你的 是哪一方面的呼召 什么岗位的呼召 什么工厂的呼召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们可能我们过去 我们跟越南 要么是逃避的 上帝呼召我们往东 我们往西 上帝的这个审判管教领导 我们在床舱里面睡觉 不动于衆 牧师你讲吧 我继续睡我的觉 你无论怎样子 传讲真理 讲道 我照样睡 你吹没 我就睡 睡到最后 船长 床又把他拉起来 祷告 还有外邦人 还要外邦的提醒他祷告 他说 哎呦 师父 我要祷告 我们到一个地步 要外邦的提醒我们 要祷告 结果他有祷告 没有 他说你们把我丢在海里面 死不悔改 但是如果我们听到这里 我说表示 我们今天还可以相声呼求 像越南一样 主要求你开恩 再次给我机会 像越南一样 再一次有机会 神的呼召 第二次领到越南 越南第二次 他顺服上帝 他去 无论多么困难 走沙漠的道路 一千多km 他走得去 现在是无论多么困难 他还是去 我不知道今天 神给我们在工作的呼召 家庭的呼召 教会的呼召 或者是各个方面的呼召 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上帝 我在说 接受神的呼召 从人来看是很危险的 因为我们要离开 我们安全的区域 进入一个完全陌生 甚至是抵挡我们的地方 这将会暴露我们的软弱 是啊 暴露我们的软弱 主啊 如果我在这里 我很安全 去到那边陌生 新的环境 新的挑战 暴露我的软弱 暴露我无能为力 越南就是如此 但是也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经历 神的大人 神的智慧 神奇妙的安排 所以很多人都是如此的 当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 我们发觉到我无能为力 我们发觉到我不过是个人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厉害 我们以为我们很聪明 我们以为我们所向无敌 让上帝开恩怜悯 让我们面对一些苦难和挑战 我说是开恩怜悯 使我们面对一些苦难和挑战 我们发觉到我不过是个人 这个无用的人 软弱的罪人 我们应当向神祷告 求他开恩 而也就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 我们才能够经历 神是大人的 神是智慧的 神是掌管一切的 我不知道我们愿不愿意 像愿哪一样 神再次的呼召领到我们第二次 我们愿意顺服 我们说主要求你用我 在这2023年 我们新的一年 我们立定心之说 主要求你用我 过去我不顺服 过去我悲逆 过去我死不悔赶 到今天在2023年 我要立定心之 新年不单单只是赤贺王的 要新的一年立定心之 说主要求你用我 实际的行动 实际的顺服 最后我们要看了 后来越南就怎样子呢 上帝就告诉越南说 越南你要去宣告 我要你宣告的话语 所以越南要宣告的话语 很简单 你看第三章那里 就是要讲什么呢 在等四十日 尼尼未必倾覆了 越南的道很简介 只有神的话语 但是我看到 很简单的信息 却带来如此震撼的结果 全城的人改变了 我在想越南 他没有请人来表演 他没有太多的节目 没有包装 没有唱歌 没有跳舞 没有幸运筹奖 今天很多教会都必须这些东西 不然没有人来教会了 所以教会 今天教会要想尽各种方法 要包装 包装得很美 我们要请电影明星 歌星 名人来站台 不然没人来 需要看那个许牧师 长得又不像周杰伦 周杰伦刚刚来 在我家附近 害我很塞车而已 没有这些东西 今天教会已经迷信 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人来教会了 所以其实我在讲 教会要人多 不会太难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只要有钱 你请周杰伦来这里 来这边唱歌 这边一定坐到 包满出去 整个六楼坐满 都坐不满 不会太难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 我们有许多东西 包装 包包包包 包到一个地府 人找不到福音 因为包得太厚了 是不是 要把这个 把这个神的话 也包起来 包起来 因为包得很美 我记得以前 我们有时候 我们作弄人 我们就把那个礼物 很小的礼物 我们包十几二十层 他一直猜 一直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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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到最后 小小的一个礼物 今天教会就是如此 结果人猜 猜猜猜猜猜猜 找不到福音 就发觉到 教会很有趣就是了 他没有福音可听 没有生到道可听 又包得太厚了 也以至于今天的人 无法赤裸裸地 经历福音的大人 没有办法 特别我要讲到 这个第二节 这里所讲的 我们看第二节 你起来 往尼尼威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 宣告我所 吩咐你的话 那这个话 在西伯来文 是西伯来文 也是旧约 但是西伯来文 翻译成 七十四一本的时候 他翻译的 这个话的字眼 就是 希腊文的 Karigma Karigma 今天我们中文 翻译叫做信息 Karigma 那我特别讲一下Karigma 因为到了 二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的时候 现代神学 和自由派的神学 把Karigma 装有化 他认为 圣经的信息 是被神话 包围起来 所以我们需要 从圣经的经文里面 把Karigma 释放出来 明白吗 他说 这个圣经里面 太多神话的东西 包起来 把神话包起来 所以我们要 重新诠释 神的话 要把神的话 Karigma 释放出来 其中一个 很著名的 就是布特马 对我们来说 他们是胡说八道 不过他是神学家 所以他说 里面 太多神话了 什么在海面上行走 红海分开 水变酒等等 海这东西是神话 所以 但是神话的背后 有神的话 所以我们要 重新诠释神话 以至于Karigma 那个被示范出来 这个就是现代神学 自由派神学 这些所谓的神学家 当然他牧师就说 他们是鬼学家 但是其实Karigma 在新月当中 我现在讲新月 不讲现代神学 Karigma在新月中 是用来形容 使徒所宣告的 基本内容 那就是福音 所以Karigma 很简单 他要讲的就是 神那最基本的内容 那就是福音的内容 当然我要说的Karigma 不单单是指所传讲的内容而已 他也是讲的Karigma 也表达了传讲的态度 是如何的 我们一起来翻看一处的经文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第一到第五节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第一到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来一二三 弟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言大字 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钉死之架 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又惧怕 又审战经 我说的话 讲得到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但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叫你们的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所以Karigma 一方面的说 他是指的信息的内容 是从神而来的 但另外一方面 他也说他传讲信息的那种态度 就是不是依靠人的聪明 不是依靠人的能力 不是依靠人的口才 那是依靠上帝的灵 叫你们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这个是Karigma的意思 所以虽然越南传讲的信息 很简单 很简洁 简短 但因为上帝的灵 与他同在 因此他所传讲的信息 大有能力 这是人类历史中 其中一次最有能力的信息之一 发觉带来全程人的改变 你看到吗 我们刚才看到吗 这全程的人 我们看回这个越南书 所以你看到 在越南书三章第五节 尼尼为人信服神 并宣告尽时 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 麻衣就是他们要悔改的意思 所以我在说 这是人类历史当中 其中一个最有能力的信息之一 带来全程人的改变 他们听见神审判的信息之一 他们就愿意在神的面前 匹马 这个悔改 认罪 在中国的历史当中 也发生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说的 上帝说特别重要的 宋三杰博士 也是如此的 宋三杰去了一个地方 他一般都是开奉行布道会 好多天的时间 他去了一个地方 开了好多天的奉行布道会 一段时间过后 赌博馆关门 祭礼院关门 夜总会关门 舞厅关门 为什么关门 没人去了 他们都跑哪里去 他们都参加布道会 参加奉行的聚会 而这些的人去到这些的聚会当中 结果整个人都跑到台前认罪鬼赶 承认他们所犯的 就是在当时复兴领行布道的时候 很多这些人 连警察 逼他 叫他这个认罪 他都不要认 死不认罪 结果参加这些复兴的聚会的时候 一个一个的走到台前 主耶稣 我承认 我犯了坚硬的罪 是长老 主啊 我承认 我偷了教会的钱 他是牧师 主啊 我犯了这些的 每一个人都走到台前 从教会的领袖 一直到平信徒 一个一个走到台前 认罪悔改 所以这些人认罪悔改的过后 常常去教会参加聚会 哪里还会去夜总会呢 哪里还会去赌博馆呢 所以整层的人轰动 全层经历复兴 当我看到这个越南书 在这里的时候 我多么希望在这个时代当中 在这个地方 神再次的兴起这样子的复兴 我多么盼望 我们的教会经历复兴 我多么盼望 马来西亚的教会经历复兴 我多么盼望 在这时代当中 神的教会都经历复兴 但我很盼望 就是我们从祷告开始 主啊求你复兴教会 主啊求你复兴我的生命 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 求复兴 而祷告的这个基督徒呢 我希望在我们当中求神兴起人来 常常为着我们的生命 为着教会的复兴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礼 我们在华人心灵的这个时刻 我们在神的面前立定心智 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你的祷告生活是如何的呢 你有没有常常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呢 如果没有 我们求神 是给我们悔改的心 第一我们是不是有祷告呢 可能很少 或者是吵吵了事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就结束 而我们祷告是祷告什么呢 为我们赚更多的钱 为我们生活更顺利 2023年 我能够hit到我的公司给我定的target 但是有多少的人祷告 是求神复兴我 求神复兴教会 当我看到越南 你看他传讲的信息很简单 但是神大大的用他 离离微尘全城的人悔改 我们看到过去在清教徒的时代当中 神也兴起这样的复兴 神在中国的教会也兴起这样的复兴 神在好多地方曾经都兴起过这样的复兴 但是我们盼不盼望 就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这个时代的教会经历复兴 那你愿不愿意为这教会的复兴祷告 我们一起开身来祷告 祝我们在这面前我们再次地求祝祢 祢开给祢怜悯我们这个时代 祝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时代 许多时候我们仍然许多的冷淡 因为我们只在乎自己的事情 我们只在乎我们自己的得失 我们只在乎我们的金钱 我们只在乎我们的名利地位 祝我们却没有在乎祖祢的教会 祝愿求祢在我们当中的兴起人来 祂特别在这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真的是立定心之说 祂求祢复兴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常常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 为着我们信徒的复兴祷告 因为祂我们的祷告太冷淡了 因为祂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享受的里面 我们迷失的方向 祂愿求祢圣灵再次透过主祢的话语 祢挑望我们的心 祢复兴我们 使我们再次得到挑望起来 我们常常在那面前 我们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 我们为着我们个人灵命的复兴祷告 我们为着床飞的事工祷告 愿求祢是以用我们 主啊祢在我们当中 祢兴起这样的弟兄 祢兴起这样的姐妹 祢是我们常常去习 为着教会的复兴来祷告 愿求祢是以开个怜悯我们 我们如此仰望起来祷告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生命所祈求的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